除非凯利欧文、德雷蒙德格林和克莱汤图森,想要给各自球队亿万身家地老板们帮点忙,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在金夏和球队进行提前续约。 因此,那些关于他们不愿意提前续约的新闻,不应该被看作是球员不忠诚,或者不愿意在接下来的赛季流队的信号。 实际上,就算他们希望和球队完成提前续约,他们的经纪人也会竭力制止这一想法。 我们来看一些经济上的数字。 先从欧文开始,如果欧文选择提前续约,那么凯尔特人在金夏能给他提供一份4年1.07亿美元的合同。 纵然这已经是一份不小的合同,但如果欧文在明年夏天合同到期后,和凯尔特人续约,他可以签下一份5年1.88亿美元的合同。 两份合同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。退一万步讲,即使欧文在明年夏天,成为自由球员后离开凯尔特人,也可以和其他球队签下一份4年1.39亿美元的合同。 显然也要比今夏提前续约的合同更丰厚。 如果凯尔特人在2019年用一份顶心续约欧文,那欧文在2022-23赛季和2023-24赛季分别可以拿下4020万美元和4280万美元。 而如果今夏提前续约,欧文在2022-23赛季只能拿到2,990万美元,如何选择?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 格林提前续约的话,可以签下一份从2020-21赛季开始的为期三年,价值717,0万美元的合同。 如果他下个赛季可以当选最佳防守球员,或者入选最佳阵容,他就可以签下一份超级顶心,期限超过5年,价值约2.3亿美元。 但是这份合同对于金州勇士来说似乎有些太大,如果格林最终没能和勇士签下超级顶心,后者可以在2020年为他提供一份5年1.97亿美元的合同。 其他球队可以给出的合同,为4年1.46亿美元,即使格林最终没有签下顶心,合同的数字仍然不低。 如果格林接受提前续约,那么他在2022-23赛季的薪水,为2580万美元。 而如果他等到合同到期之后再续约,那么新合同第一个赛季的薪水,将为3400万美元。 克莱的情况也一样,如果他下赛季入选NBA最佳阵容,他就有资格在明年夏天和勇士签下一份5年2.19亿美元的超级丁心。 如果克莱没有入选最佳阵容,那么勇士可以给他提供一份5年1.88亿美元的合同。 竞争对手则可以提供4年1.39亿。 即使克莱愿意和勇士在今夏提前续约,那么最大的续约合同,也会超过4年1.02亿。 勇士老板赵Lakab曾在采访中告知记者,球队会努力在今夏与追梦和克莱完成提前续约,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他们成为自由球员后代续约。 Lakab和其他人一样清楚,如果能和这些全明星球员完成提前续约,那么对于管理层来说,这在经济方面会是巨大的成果。